你牵着弹 多疼啊这玩意 在灯射20周年青年的舞台上 孟赫棠上台表演才一时才刚唱了那么一句 千尔大爷就直接一句话捕刀瞬间乍场 这就临场反应说千尔大爷 实在是第一也不夸张啊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没有郭德纲之前相声要黄了 有了郭德纲之后相声更黄了 但这句话又想沉溺起来 还得靠搭档千尔大爷的保驾护航 而除了为老搭档的包袱朱丽外 千尔大爷还经常吓唬自家的老搭档 说下不会太平恶色 行里人看不齐 那就缺一门你算一半说下 不会是丢人 那就下功夫学脸面了心 后来解放之后有工资了 把这些演员都救了 这个可以不用这脸面事着急了 咱不用学了 这就不要脸 但是唱歌可好听 我不敢往上顶里非得撒出来 每当郭老师调侃同行时 千尔大爷都要补上一句神级总结 把郭老师吓到不行 不过要说起千尔大爷最经典的捧根 还得是那些别人不敢翻的包袱 这种图的呢 判斧 郭老师给你新说一下 而老两口搭档了几十年 要说最了解郭老师的还得是千尔大爷 因此这刀往哪捅最疼千尔大爷的是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 德文社早年弟子出走事件 一直是郭老师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 纵使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但依然是郭老师难以释怀的 当台上的郭老师表演自出伤口的套路时 本以为搭档了几十年的老伙计会安慰安门自己 然而故事的发展出乎郭老师的意料 千尔大爷直接拿起扇子当话筒 身份一下子中 狠根变成了一位吃瓜的记者 出人意料的发展 立马获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和掌声